大家好,我是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教授秦明敏 欢迎大家参加零起点阿拉伯语语音的学习 下面我们开始阿拉伯语语音第二讲的学习 这一讲,我主要是向大家介绍阿拉伯语发音符号 我们在介绍阿拉伯语的时候,已经介绍过阿拉伯语有28个字母 其中没有原音字母 所有的28个字母都是辅音字母 那么,原音怎么办呢? 它是通过发音符号与辅音字母拼读而成的 也就是,阿拉伯语的原音是体现在发音符号上的 所以要想学习阿拉伯语语音 必须先学习阿拉伯语的发音符号 阿拉伯语一共有13个发音符号 我们今天重点介绍前12个 第一个,这个发音符号,小圆圈 叫静符 这个符号表示这个字母发它的本音 也就是它自己原有的辅音 一个字母上面带有一个小圆圈 带有这样一个符号的话 表示这个字母发它的本音 也就是辅音 这一小横杠我们是为了告诉大家 这个符号是标在上面 字母上面还是标在字母下面 所以这一小横杠代表了任意一个字母 那么静符标在哪呢? 标在任意一个字母的上方 这就是静符 它还有三个动符 俗称短音符 也就是发音比较短促 动符也可以称为短音符 分别是开口符 齐齿符 合口符 可以理解 开口符标在字母上面 小斜杠 齐齿符标在字母下面 以小斜杠 合口符 一个像小豆号一样的 这样的符号标在字母上面 表示它是合口符 还有三个长音符 长音符一看 不仅仅是斜杠或者是豆号了 它还加有字母了 也就是三个长音符 是由短音符加上字母形成的 理论上 长音符的三个符号 是短音符的延长音 待会我们会具体的讲 它们怎么发音 它还有两个软音符 所谓的软音符 也就是一个动符加一个净符 但是它们也是由 软音符也是由动符加字母 动符加字母 而合成的 这样一个符号 我们说的十二个发音的符号 最后一组就是三个鼻音符 大家看是双线的 这是其实这是由两个豆号组成的 两个豆号组成也可以标成这样 这个连写成这样 但实际上它可以标成两个豆号 三个鼻音符 最后一个符号叫叠音符 实际上它的意思是两个字母叠起来发音 重叠发音 那么今天我们不作为重点 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会再继续介绍 下面我们就分别的来介绍一下这十二个发音符号 第一个敬符 阿拉伯语叫它 esukun esukun 这个敬符它的名字 这个符号的名称 阿拉伯语名称叫esukun 敬符的这个小圆圈 这个符号加在字母上面 就表示 这个字母发自己的辅音 也就是发自己的本音 阿拉伯语里面也称敬音 esukun就是安静的意思 静的意思 所以我们也把它翻译成敬音 我们刚才也介绍了 除了敬音之外 它还有一组原音符号 这原音符号是指的是 动符 叫动符 阿拉伯语称alharak alharak 一组动符 我们也称其为短音符 它这一组含三个短音符号 第一个短音符号 开口符 顾名思义开口符就张开嘴 阿拉伯语叫al-fat-ha al-fat-ha 这个符号发音的时候半开口 开口符 半开口 舌面保持自然状态 舌尖底下尺 舌尖底下尺 怎么发呢 A A 这个原音符号发为A 这个符号的发音与国际音标的A和A之间 介于A和A之间 A 比A稍大一点 比A又小一些 A A 第二个动符 其齿符 阿拉伯语叫al-kasra al-kasra 为什么称它为其齿符呢 因为发音的时候嘴唇是扁平的 不是张开的 舌尖底下尺 舌尾高抬 发成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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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符号的发音近似于国际音标的A和汉语拼音的A A A 刚才是开口符是A 这是I 第三个动符 和口符 和口符 不明思义把嘴和起来 阿拉伯语叫atom atom 发音的时候 双唇收缘 微向前突 舌尾高抬 U U 这个符号的发音类似于国际音标的U 刚才两个A I 这个是U A I U 三个动符 下面一组就叫长音符 Almet 长音符 这是另一组原音符号 是有三个长音组成的一组符号 长音符号是由符号和字母合成的 刚才我们已经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也就是说 每一个长音符号中都含有一个表示长音的字母 这一组长音符的第一个叫开口长音符 不名思义 它就是开口符的延长音 当然它也不尽然 不是绝对的 阿拉伯语叫做 Al-Fatah to the Mamduda Al-Fatah就是开口符 Al-Mamduda 延长的 延长的开口符 Al-Fatah to the Mamduda 这个符号呢 是由开口符和字母Alif的静音组成的 但实际上这个静音自己本身不发音 它只是作为开口符的延长音 延长符号写在那里 但它自己本身不发音 它还是开口符的延长音的一个标志 我们说虽然它是称为延长的开口符 但这个音符不完全是开口符的延长音 不是它的自然延长 28个字母的开口长音符不尽相同 在学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把握 一般来说开口长音符的开口度呢 介于国际音标的阿与埃之间 也就是阿 阿 长度呢为开口符的三倍左右 当然这不是绝对的 在单词里面 我们还要注意它与短音符的区别 但是它也不是绝对的要三倍 这就是开口长音符 字母一爱五的净符 但是它也不发音 它只是作为奇耻长音符的符号标志 而写在那里 它是奇耻符的自然延伸 发音长度为奇耻符的三倍左右 这也不是绝对的 这音比较好掌握 那么和口长音符 也比较好掌握 它就是和口符的自然延长 它叫 Atome tol-Mamdu'de Atome tol-Mamdu'de Atome 和口符 Mamdu'de 延长的 延长的和口符 Atome tol-Mamdu'de 这个长音符 它是由和口符 加上字母WaW的净符 组合的 但是这个WaW的净符 它自己本身也不发音 作为和口长音符的 长音标志存在 它是和口符的自然延伸 发音长度为和口符的三倍左右 也不是绝对的 这是一组 第二组原音符号 第三组原音符号 叫软音符 Alene Alene 软音符 第三组原音符号 它含两个软音符号 两个软音符号 软音符号也是由符号和字母合成的 也就是每一个软音符号中 都含有一个表示软音的字母 表示软音的字母 第一个软音符号 A 它发音的时候口型由半章转至扁平 它是开口符与字母 Alene 的静音 的合成 这个字母和长音符里面的字母不同 长音符里面的三个字母 自己不发音 只是作为延长音的符号 而在这里软音符 这个字母本身是发音的 也就是发自己的辅音 本音 这个字母本身发 一 开口符加上一 变成 A A 这个发音符号呢 介于国际音符的 I 与 A 之间 A A 比A 张开一点 比I 又缩一点 所以它介乎这两个音标之间 A A A 第二个软音符 法 O O 一样 口型由半章转至收缘 O O 是开口符与字母 WOW的静音 U 的合成音 A U O O 该符号的发音近似于国际音标的 O O 就是 第三组原音符号 包含两个软音符号 一个 A 一个O A O 第四组原音符号 笔音符 I can't win I can't win 这第四组原音符号 含有三个笔音符号 笔音符号 有三个动符 还记得吗 动符 A I U 三个动符 也就是说短音符 分别和字母 ANUN的静音 N 拼读而成 A 加N AN I 加N IN U 加N WUN 这样合成的 但是呢 在写的时候 这个静音的NUN 不写出来 写成什么样呢 我们分别来看一看 这是开口鼻音符 写成这样 这代表字母 加一竖 写两个斜杠 这就是鼻音符 开口鼻音符的写法 加一竖 同时 写两个斜杠 这一竖 实际上是刚才我们在长音符 开口传音符里面见过的那个字母 ELEF的静符 这个音是开口符与N的合成音 发音的时候 由开口符自然过渡到N 即 暗 暗 那么这个发音 介于国际音标的 暗 与N 之间 暗 暗 注意 这开口鼻音符 虽然不写出 这个NUN 但是一定要写上 字母 ELEF 加两个斜杠 也就是写成这样 这是代表任一个字母 那么加一个这个 这是开口鼻音符 齐齿鼻音符 这是齐齿符和N的合成音 它写作两个写杠 在字母的下方写两个写杠 这字母的发音呢 近似于国际音标的IN 它就是发IN IN 最后一个 和口鼻音符 也比较简单 它就是和口符和N的合成音 WUN WUN 这个符号的发音 近似于国际音标的WUN 我们做一个小节 发音符号的学习呢 必须和字母学习相结合 光学习发音符号 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脱离了字母 这个符号便没有任何意义 它必须与字母结合着学习 才有意义 每个符音字母 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都不同 发音的部位和发音方法都不同 每个字母和各个原音符号拼读的情况 拼读的细节也就不尽相同 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不一样 在和原音符号相拼读的时候 情况就不尽相同 也就是说每个字母 它与十一个原音符号 和一个辅音符号 相拼读的时候 情况就不尽相同 所以大家要仔细的体会 区别 辨析 以便正确的把握 而且如果多个字母 连续进行拼读的时候 那么原音符号的发音 也会发生 稍微的变化 细微的变化 这个也需要大家在学习中 不断的去体会 发音符号就介绍到这里 这一讲也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 Maslam 再见